大家好,我是文睿,9月15号马上就要到了 最近我们听到了很多和华为相关的消息 有人说华为要造自己的芯片 也有人说华为要通过云手机重新获得自己的优势等等 然后我也做了相关的视频,表达了我的一些看法 最近还有一件事,就是前几天 华为在它的开发者大会上推出了它的系统鸿蒙的2.0版本 然后这个系统推出来以后,我们看到也有很多说法 就是有人讲说,它的系统不是仅仅针对手机和电脑 它是一个有更多的应用场景 是在5G时代面对整个物联网的一个系统 对吧,除了手机和电脑以外,还可以用在可穿戴设备上 可以用在汽车上等等 它是面对下一个世代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非常好的一个系统 然后呢,还有什么说法呢,就是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呢 在未来可能中国的这些手机品牌呢,全部都要使用鸿蒙的这个系统 那这样的话呢,谷歌公司就会非常孤立了 到那个时候呢,可能再用谷歌系统的安卓系统的可能大一点的公司吧 就剩三星了 那么那个时候呢,三星这个谷歌的境遇就会非常不好 还有这样的说法 那面对这样的说法呢,一会儿我再谈谈我的观点 然后呢,就是谈到这个鸿蒙系统的优势呢 那还有这样的说法呢,就是说鸿蒙系统呢,它的这个延时啊,非常短 延时,因为在5G时代这个延时是非常关键的 只有延时短到我们感觉不到的程度的话呢 那这个用户体验呢,才是非常好的 大家才能去买你的产品 然后还有人说鸿蒙系统呢 就是大家强调说你这个整个生态不够繁荣啊,对不对 因为像谷歌,像苹果的系统,对吧 有很多这个APP的开发商给他们开发这个相应的软件 对吧,你进去以后呢,就是非常繁荣 那么你这个鸿蒙系统怎么办 然后呢,好像也有这样的消息出来说 鸿蒙系统呢,它有一个叫方舟编译器 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想起来啊 这个方舟编译器呢,能够很轻松的 把安卓系统里面的那个生态的繁荣状态复制到这个就是鸿蒙系统里面来 对吧,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这个APP的开发商 对吧,单独给鸿蒙开发一个APP可能很很难 需要很大的团队和资金的投入 那么有这个方舟编译器 对吧,我就可以直接把我在谷歌里面开发的那个APP 就像复制粘贴一样,复制到这个鸿蒙系统里面来 基本上是这么个意思吧 这样的话,这鸿蒙系统呢就整个就繁荣起来了 等等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说法吧 那咱们就一点点来看 首先就是我想谈这个观点 说其他的中国手机厂商会不会使用鸿蒙的系统这个问题 怎么说呢 这都是我自己的判断,请供大家参考了 现在华为手机呢,就是华为特别它的手机这个事业呢 就是在一点点衰弱 那么大家觉得其他的中国的手机厂商 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呢 我的判断是什么呢 他们呢是在偷偷的乐 他们就是很希望看到华为走向没落 因为什么呢 华为的手机市场份额如果没有的话呢 在国内也好,在国际市场也好 中国的这些手机厂商 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这是他们很希望看到的一件事 这是我的判断啊 那你说他们会不会这么想说 哎呀,现在这个华为要走向没落了 我们作为中国手机厂商 我们不能坐视不理 我们要帮助华为 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要团结 如何如何 中国的手机厂商会这么想吗 或许吧 大家自己判断了 反正我觉得他们就是都自己在偷着乐 太好了 我市场份额能增加了 这是一点 所以他们不可能用华为的鸿蒙的系统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用华为的鸿蒙系统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什么呢 现在美国制裁华为 它是通过两个方向 在前面呢 它是不去购买华为的 禁用华为的产品 对吧,通信设备也好 手机终端也罢 对吧 甚至要求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不用 大家也很多人都在这么做 另外一个呢 在后端它的制裁方式 就是不给你提供一些核心的零组件 那么也就是说 你用华为的产品呢 这是可能 这时候可能就会出问题 虽然鸿蒙系统 它是一个软的东西 但它也是华为的产品的 那你其他的手机厂商 小米也好 Aubo Vivo 你用华为的这个鸿蒙系统 其实你也等于说 用华为的产品了 那么你的这个终端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出售的时候 会不会有问题 对吧 这个系统它也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 对不对 那美国会不会采取什么措施 这样对吧 而且再往深的说 你用了鸿蒙的这个系统 那么你要非要用的话 那美国会不会从硬件方面 开始对你进限制 就像对华为一样 不给你核心的零组件 那你怎么做手机呢 是不是这样 所以在当下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说 大家 包括国内的这些企业 对于华为的态度 就是唯恐避之不及 就是不想跟你沾边 不想跟你产生关系 这我觉得是很多 国内的手机厂商 他们真实的想法 一点我都不要跟你产生关系 就是这样的 除非中国政府强制要求 这些手机厂商用华为的鸿蒙系统 我估计他们不会主动用 对吧 那有人说了 那现在他们不用的话 以后他们也有可能面临 华为一样的境遇 那这个就是以后的事了 那他们可能不会考虑太多 还是会用美国的芯片 用那个安卓的系统 这个应该是我看到的情况 所以说 华为指望其他的中国的厂商 帮助他 跟他形成一个很大的阵营 这个可能性 我觉得太小了 因为什么呢 美国的这个实力在那摆着呢 对不对 别的不说吧 就是说你这个硬件东西 都掌握在美国的手里面 或者是美国可以控制的一些企业的手里面 那你硬件如果做不出来 不论是华为也好 还是其他的这个 就是终端制造厂商也罢 你硬件没有的话 你光有一个系统摆在那 那算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 那真的就成云了 对吧 这没有没有 这个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对吧 你也没有手机 也没有电脑 你说我就有一个系统 那你怎么怎么弄呢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我的观点 就是仅供大家参考了 再有一点 就是说华为的 它的这个鸿蒙系统的延时比较低啊 或者是用这个方舟编译器 可以复制这个谷歌系统 谷歌安卓的这种繁荣生态的繁荣啊 这件事情吧 也都是一种说法 对吧 你真正要想看结果的话 还得看整个最后使用的情况才能知道 对吧 而且你说你写了这么大一个程序 对吧 写了这么大一个系统出来 华为呢 它本身它是一个硬件的公司啊 对不对 你现在做这么大一个软件 最后呢 你在中国市场 在全球的这个市场当中 用让用户来给你试错 这个工程简直太大了 对不对 那它一定会出问题 这个系统 为什么呢 就是不仅仅是说鸿蒙了 这个系统 你说像谷歌安卓系统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用户不也是不满意吗 那这样有问题 那样有问题 那谷歌它为什么 这个系统当时和苹果有差距 还能发展起来 那就是当时智能系统 智能手机刚刚出现吧 大家可能对这种系统的这种 操作系统的这个用户体验 还没有那么明确的感觉 再有一点 那个时候苹果手机也太贵 对吧 所以大家也就这么用了 用了这些年 它这个安卓系统慢慢也就发展起来了 那还是谷歌公司呢 对不对 那你这个就是华为完全是硬件公司 你写了这么一个软件 到全世界用的话 大家现在对这个用户体验感触 是非常敏感的 对不对 你用的你这个用户体验不行 那我就不用了 这点是非常明确的 对吧 别说这个就是华为了以前 微软 不也就是推出过自己的手机的系统吧 包括三星也推出过Tizen 对不对 这些系统现在基本都听不到什么声音了 Tizen 我现在说大家能听 能想起来吗 这是怎么回事 可能有人根本就不知道 你像微软 这就是以这个软件起家的这样一家公司 它写的这个手机的系统 大家都不买账 那华为的这个系统 你推出来以后 你现在说的很好 我怀疑系统如何如何 那你真正面向市场的时候 大家用户体验不好的话 那很快大家就不用了 而且用之前大家也得怀疑 你这用户体验行不行 我先不用 我先让别人用 别人用着说了 行了我在试 别人说不行 我就不用了 几乎大家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对不对 你接受一个新的东西那么容易 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呢 我的结论就是什么呢 它这个鸿蒙系统吧 真的是 也只是就说说而已了 华为呢很紧张 现在也很着急 总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想解决自己的难题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整个的所有的一切 就华为他也就是个演员 舞台 道具 灯光 服装 背景 台词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东西在美国人手里 美国人把这些东西拿走的话呢 你说你演的再好 你没有舞台 你没有剧场 你怎么演呢 对不对 就这么个情况吧 好 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啊 咱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